炸機店內的監視器拍下 駕駛將車輛停在門口 下車買炸機 突然旁邊的車輛遭撞 劇烈的震動 換一個角度來看 黃色計程車一路開來 直接插撞停在機車道 打著閃黃燈的車輛 整輛車當場轉了90度 翻覆視角朝天 當時我車就停這邊 然後下車買炸機 有打閃黃燈 然後剛下車大概一兩分鐘吧 就被撞到 一旁店家 即路上民眾看到 趕緊衝上前 從副駕駛座上 將駕駛駛救出來 抬到路旁休息 好在駕駛意識清楚 舊車抵達 將他送一擊救 警方於今六日中午獲報 本轄北寧路段有交通事故 今了解為71歲 流姓計程車司機 因不明原因 碰撞鄰庭路旁之 自小科車後翻覆 造成大片油漬勝出 警方立即趕步現場處置 並疏討交通 協助將受傷駕駛送醫救治 令通知環保局 脫掉業者到場協處 詳細事故原因正在釐清中 根據警方調查 雙方都沒有酒駕情形 竟然車駕駛 疑似沒有注意到車前的狀況 撞上微停在機車優先道上的休旅車 至於造勢的真正原因 和責任歸屬 警方還要在調查釐清 記者黃紹明記錄報導 竟然車駛 車駛 車駛 車駛